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心通即能够得知他人心中所想 这种神通便是动漫 文学 影视作品中读心术的起源 而天眼通可以看到阴阳两界 不受空间限制 或许这就是阴阳眼的雏形 道教 民间信仰也有诸多类似的描述 如道教认为 修行可以获得天目 人的视觉将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民间信仰又有听阴阳一说 认为道是法师在行法时经常会有一些幻觉 意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暗示 提醒 警告的作用 有的医生说 阴阳眼实际上是邦纳症候群 患者视神经受损后 大脑用存储画面填补空白点的一种过度补偿 现实生活中 能够通过修行获得神通的人少之又少 一些机缘巧合导致的奇怪现象便能够广为流传 五年前的一个夏天 大师兄来我的庙里找我 我的师父比我大四十多岁 他年轻时收了些徒弟 在我跟随他老人家学艺之前就已经自立门户 大师兄是十四岁就跟着师父学做法师的 他的很多徒弟都比我年纪大 每次他让徒弟们喊我诗书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大师兄主要是做白事的 这一行很不轻松 休息时间不能自己做主 有时候大半夜里有老人嫁和息去 打个电话 他就得爬起来 通知其他师兄或者是他的徒弟 骑着电动车带着大包小包去做超度法科 大师兄做了近三十年道士 一个县城的法师 他至少参与过三分之一 很多人知道他法师做得好 即使是朋友家中老人过世 也会推荐去找他来做 平时大师兄很忙 除了大家提前预好 一起去看师父 日常很少有碰面的机会 大师兄孩子都上大学了 还是很有精神 常年保持着小平头 心态很年轻 外表看起来像刚三十出头 一点小肚子都没有 因为名字里有个波子 我和其他几位师兄经常喊他波歌 电动车的声音在庙外响起 接着是个沙哑的嗓音喊我 我一听那嗓音就知道是大师兄来了 他做法是太多 嗓子已经喊哑了 跟平常人的说话声完全不同 赶紧赶紧迎出来 说什么风把波歌吹来了 稀客稀客进来喝茶 大师兄麻利地走进庙里 自己找了张小竹凳坐下 说我想让你跟人搭一个班子 去一趟西北那边招兵 我说我跟人搭一个班子 我自己的班子不行吗 大师兄皱着眉头说 不是这回的事情有点麻烦 本来是要我去的 我走不开 所以让你去 我说其他人都准备好了 去哪 大师兄说去甘肃 是我爹的徒弟接的 有个甘肃的庙药兽兵 大师兄的父亲也是道士 但大师兄小时候比较叛逆 没跟父亲学 而是自己拜了师父 平时生活中 大家都刻意回避这个问题 大师兄说到这里 我已经明白了大概 八成是他父亲那边的徒弟 需要帮手 他不方便帮忙 但情面上又过不去 倒是一般活动 是以班子为重心的 有点类似旧社会的习班 班子最通常是由 同门的师父师兄弟一起组成 有个班主 班主负责接法师 安排法师的时间和场次 管理人员设备 同样也得公平地分配利益 班子成员如果要去 给其他班子帮忙 需得经过班主的同意 大师兄如今已经是 师父这边的班主了 不能随随便便 撇下其他成员 去给自己附近那边的班子帮忙 我也没啰嗦 爽快地说 行 什么时候出发 大师兄说 后天就走 接着 大师兄搓了搓手 说这次去收兵 那边出的钱比较少 我说 没事 就当我去旅游一趟 大师兄说 那你准备一下吧 我就先回去了 我答应了大师兄 把身份证拿给大师兄 让他帮忙订机票 我自己收拾东西 第三天 如约到了机场 大师兄附近的几位徒弟已经到了 加上我一共五个人 为首的是个戴着墨镜穿便装 瘦瘦高高的道人 听说他是大师兄附近的首徒 其他人都喊他做彭道长 关键的时候 有位年轻一些的道友的包被要求打开 我们一看 是一罐辣椒 问他带辣椒干什么 这位道友说是担心甘肃的饭吃不惯 彭道长斜了他一眼 说道 这又有什么关系嘞 飞机飞了将近三个小时才到兰州 下飞机以后 还有坐十个小时的火车 彭道长打电话通知了对方的庙里 我们的车次和到达时间 火车驶离了兰州火车站不远 就看到铁路两边光秃秃的 寸草不生 就着列车灯光 黄土高原的气势磅礴 一览无余 隔天清晨 列车到站了 这是个不算小的车站 但因为空旷的缘故 显得格外冷清 众人都说 我们应该是在甘肃和新疆 比较接近的位置 来接站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大个子 一见到彭道长 就热情地迎上来握手 然后脸微红地操着西北口音说 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让你们大老远地赶过来 我们庙里香火少 也没有什么能招呼你们的 彭道长跟他说了几句客套话 互相介绍了一下 这大个子姓黄 是我们去收兵的庙的庙住 我们喊他黄师傅 出了站 黄师傅领我们到一个空旷处 只见这里已经停好了三辆三轮摩托车 都是大个子提前就已经喊来的 我们两个人坐一辆 朝着庙的方向驶去 三轮摩托车开了有将近一个小时 才到黄师傅的庙里 这个庙在郊区 附近坐落着一些村庄 庙占地面积挺大 可能土地在这里是比较宽裕的资源 即使庙本身相可不多 庙里房间也不少 但大多都除了床和木桌 没有任何摆设 或许这里曾经有过不少道士挂单 但近代以来已经逐渐衰落 成为现在这个无人问津 地处偏远的小庙 庙里有三位道人 热情地帮助我们 把行李都搬进了房间 据黄师傅说 因为香火不好 庙里的道士也要自己种菜和粮食 希望我们这次招兵 能够让来庙里烧香的人 更多地达成心愿 这样香火好一些 也就有余力来多研读经文 做法事了 能给来挂单的道士 多发一些单费 就不至于这里的法脉后继无人 第二天 彭道长说 这次法事 我们做保真一点 去干活吧 黄师傅听到这话很高兴 一个劲地向彭道长表示感谢 他哪里知道 彭道长这是在说黑话 道教经典 太上洞玄灵宝 无量度人上帝妙经 中的第三无色界魔王歌中提到 保真者少 迷惑者多 仙道难顾 鬼道一些 彭道长说 法事做得保真一点 意思就是 让我们只装装样子 赶紧做完了好回去 我大师兄以前跟我提到过 他父亲的这些徒弟 有时候会偷懒使诈 有很多的黑话 曾一一讲给我听 正是因为这样的做事风格 才不喜欢跟他们往来 估计大师兄早已料到这次法事 这个班子要出一些类似的事情 大师兄又无论如何不肯将就 可能走不开 只是托辞 最后只好让我来参与 但这次毕竟是彭道长街的 我只是受委托来帮忙 虽然心里觉得既然已经来了 还是尽量把法事做好 若是当面揭穿 影响会很大 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 彭道长可能想到了 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特意安排我做一些 不那么要紧的事 表文 法谈布置 都是由其他人来做 我也没机会插手 只好顺着来 法谈布置妥贴了 有几位乡客 不知是早已得到通知 还是临时遇见 见我们要做法事 也都在大殿外面坐着等 其中还有位老太太 领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 黄师傅也跟这些信誓 坐在一起看我们忙活 本该三天做完的 全部招兵法事 只坐离上午就完成了一半 彭道长颇有些自得 我瞧得分明 很多重要而繁琐的步骤 都被省去了 其实这个法事只有个空壳 全是演给他们看的 几乎没有任何实质内容 把法衣脱下来 我走到彭道长面前 小声地问 这么做能行吗 相当于什么也没做呀 彭道长说 大家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待着 赶紧做完了 赶紧回去吧 我说 那人家不是来招兵的吗 这岂不是一个也没招到 彭道长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口头禅 那又有什么关系咧 正犹豫间 黄师傅走近了 仍然操着浓重的西北口音说 彭道长 我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 就是想请问你一下 是不是有些什么疏忽 怎么一个兵都没有呢 彭道长顿时脸色就变了 但很快就强作镇定 对黄师傅说 什么一个都没来 瞎说 收兵 对民间的庙来说是个比较重大的事项 民间信仰认为 每座庙里有主师的庙神 但他统帅的兵马 需要法师通过收兵的法师来召集 这法师类似洋式的企业招聘会 通过这种形式进来的 长期在庙里听指挥 民间称之为兵将 一个庙是否灵验 跟兵将有直接关系 这收兵法师本身非常复杂 有许多步骤 一座庙如果断了香火 里面的兵将也会慢慢离开 仿佛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 若有道人 法师重新来经营 需得重新招兵 好比公司变更法人后重开张 眼前这座庙就是这种情况 彭道长一行人 铁了心要草草了事 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是个空有架子的皮包公司 如何能招到兵将 黄师傅见彭道长这么说 也没动怒 只是满脸陪着笑 对彭道长说 还是请彭道长多费心 我们这小庙 你也看见了 香火不忘 还得仰仗各位 真的拜托了 说完 黄师傅咬咬牙 对着彭道长做了个长衣 彭道长满脸不高兴 把黄师傅晾在原地 让我们都靠拢在一起说话 那罗胖子还不知怎么了 问彭道长 怎么被他们发现了 彭道长哼了一声 说丢人丢大了 一位道友说 他们要是会收兵就不会请我们来了 可能就是怕我们不认真做吧 发现估计是不会 罗胖子说 你们刚才看着没 黄师傅是不是去神前打挂问了 彭道长说 他问个锤子 神根本不会理他 另一位道友说 总不会是他也知道我们说保真一点 是白白样子做假的 彭道长说 不会 我知道他们 肯定不会 我听到这里有些忍不住了 说道 你们还纠结这个干什么 已经穿帮了 现在问题是 要不要整个重新做 我这话一出口 众人都沉默了 低下头 偷偷瞟彭道长的脸色 彭道长叹了口气 说 行了 重新做吧 这又不知道得待几天 众人听了也没作声 默默地去摘汤吃饭 午饭过后 大家各自都去忙活 重新准备表文 法坛 我一边做法事 空起时间看了看黄师傅 发现他一直在跟香客里那位老太太和小男孩说话 小男孩时不时对着坛场上指指点点 下午的法事是重头开始做的 忙活了半天 总算做完了第一场 我看到黄师傅似乎很满意 脸上满是笑容 我放下法衣 往黄师傅的方向走过去 还没走到跟前 就听见小男孩指着我的方向说 有一个高高的 壮壮的 戴个大帽子的叔叔在跟着他 听到这句话 我感觉我冷汗都要流下来了 听过我之前故事的听友们 应该还记得 很多年前 我离开师傅出去闯荡 阴差阳错走到了一个叫做长湖庙的地方 暂住了一段时间 那里的庙主曹师傅多年前封印的要挟 快要控制不住了 请我帮忙 我做了招兵的法事 让静探里的邪妹去给长湖庙的主神雷大将军做兵将 接着梦到雷大将军告诉我 这个兵将以后给我做护法 之后的几年时间里 我又遇见过一些出马的老太太 他们告诉我 我身后跟着一个身材魁梧 衣着单薄的壮汉 跟我先前在梦里见过的一个人非常类似 出马的老太太跟我说 这人还戴着一丁斗笠 不管晴天还是雨天 我有点颤颤巍巍地问 什么大帽子 小男孩歪着脑袋说 就是那个木头做的 大大的圆圆的帽子 电视上有人下雨的时候戴的 说着 小男孩还用手比划了一下 我顿时明白了 这个小男孩能看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 所以我们先前做的法师 只是装装样子 黄师傅却能知道原委 但很快我就恢复了镇定 我说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呀 小男孩说 我叫邓关宝 我说 你知道你看见的这个人 其他人看不到吗 邓关宝瞪大了眼睛 从长凳上站起来 走到我身后 用手在空处摸了摸 抬头看了一眼 又摸了摸 失望地回到长凳上坐下 闭上眼睛 用手捂着脸 黄师傅瞅我点了点头 旁边的老太太仿佛很满意 说道 她从小就是这样的 我说 这个孩子身体怎么样 老太太说 好的很 好的很 我说 正常情况下 人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 我见过有小孩子能看到 但是也是很少见 也不是时时都能看到 她这是随时随地都能看见吗 老太太点点头 我说 这种情况 真的我从来没见过 黄师傅说 师兄 你不懂情况 我们这边会有这样的小孩子 可能是缘分 命里注定要做这一行的 一般都是小时候 就帮着看一些东西 也学学庙里的事 长大了是要出家的 我说 但是这样 孩子日常的学习和生活 不是都没有了吗 而且 如果真遇到厉害的要挟 孩子不小心犯了忌讳 你们能保护她吗 黄师傅听完 脸上微微泛红 没有回答我的话 老太太似乎也很不高兴 抢白了我一句 你是不是到时 你怎么这样子讲话 我孙子这是有大缘分 要呈现的 我见二人油盐不尽 也不好再说什么 善善地走开了 晚饭后 我到彭道长的房间里 说起了这件事 当时 罗胖子也在 并表示 要跟我一起去跟那家人再说说 隔天一早 老太太带着邓关宝 又来参加法事了 我趁法事休息的时候 用手指戳了戳罗胖子 罗胖子随即会议 跟我一起走到老太太那里 邓关宝颇有兴致地 在跟黄师傅描述她看到的情况 从她零零碎碎的语言来看 似乎今天来了很多 穿各色各样衣服的人 我走近的时候 邓关宝指指我 又指了指我身后 黄师傅随即点点头 老太太已经对我有一定的看法了 假装没看见我 扭过头去 看着黄师傅和邓关宝说话 我说 老人家您好 我还是想跟您聊一下 邓关宝的这个事 老太太斜了我一眼 没好气地说 有什么好说的 你们还算是个道士吗 是不是看我孙子天分好 故意捣乱的 罗胖子一听这话 气得脸都红了 说道老人家话不能这么讲内 我就是小的时候家里穷 尚不起学 这才做到事的 这个小男孩这么小 什么都不懂的 他现在觉得好玩 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老太太一听也更生气了 我感觉他的眼睛都快翻得看不见黑色了 阴阳怪气地说 我孙子以后要当大师傅 不比你们这些假道士强 危险 我孙子天赋高 什么都不怕 我不跟你们这些假道士说话 我跟罗胖子无奈 只能回到谈场收拾东西 下午的法师昨晚 匆匆吃了晚饭 我就回房间了 其他道友也各自回房间休息 我在床上昏昏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就听见有人敲门 一睁眼 天已经黑了 打开门看 原来是罗胖子 我揉着轻松地睡眼 仔细看了看 罗胖子似乎面带喜色 我问道 有什么事 罗胖子压低了嗓音 伸手招呼我 说 师兄 你跟我来 休息三秒 喝口水 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罗胖子转身就往外走 我跟着他走到了庙外 有个瘦高的中年男子 在路灯边站着等我们 一见到罗胖子就露出了笑容 我拱了拱手 中年男子也点点头 罗胖子伸手互相引荐 这是邓大哥 这是赵道长 我听罗胖子这么介绍 就着路灯的光仔细看 发现邓大哥的长相 跟邓关宝很相似 非常有特点的大眼睛和圆鼻头 我说您就是邓关宝的父亲 邓大哥有点凶难 说是的 我就是邓关宝的父亲 我问罗胖子 你这是从哪找到邓大哥的 罗胖子笑着说 我刚才在庙外面打太极拳 看见有个人一直在盯着我看 我也就盯着他看 看了一会儿 发现他跟那个小男孩长得好像 上来就问他是不是姓邓 他还以为我是神仙类 哈哈 说着邓大哥也一起笑起来 我说您孩子的情况 您知道吗 邓大哥笑声戛然而止 皱起了眉头 说您是说 他奶奶带着他天天来庙里 我点点头 邓大哥叹了口气 说我跟他妈妈都在打工 只有奶奶带着他 我说您就是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耽误了孩子的学习 但是平时又没有时间去带孩子 交给老人家 他就一直带着孩子到处参加法事 您跟老人家沟通也没用 想来庙里跟我们说说 可不知道怎么开口 所以在门口徘徊 邓大哥用力点点头 说您真是把我的心思都看透了 我说这种情况也比较无奈 孩子在这个年纪是没有分辨能力的 他会接受我们交给他的东西 所以其实还是让他去好好上学是最好的 等他18周岁成年了 有足够的知识 再决定他要走什么步 罗胖子附和道 对 师兄说得好 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要是小时候把文化学习落下了 以后后悔了 也没地方再去上学了 想学做法事以后 有的是机会来 邓大哥说 我现在也很苦恼这个事情 我跟他妈妈都没什么文化 只能去做工 我不希望将来他也跟我一样 我不是说做到是不好啊 邓大哥抬头看着我们 我跟罗胖子都点点头 表示不介意 邓大哥继续说 我知道你们做到时也得学很多东西 背很多书 也一样是一门手艺 要是将来他长大了以后感兴趣 想干这一行 我不会阻止的 现在这么小就接触 他只是觉得好玩 耽误了上学 以后可怎么办啊 老师还给我打电话 说孩子三天两头不去学校 问我这当家长的怎么搞的 我说 这个问题 我们这几天都在跟孩子的奶奶说 可她根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还说我们是极度着孩子天分高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邓大哥说 我们这里偶尔有几个小孩子是这样的 天生就能看见一些奇怪的东西 家里都觉得这是修行的缘分 从小带着就到各处庙里去 或者是跟着一些跳大神的出马的老太太 从小宝会说话开始 我们就发现他经常对着空地打招呼 有时候会一个人在房间里 灌着灯拉上窗帘 对着空气说话 自己玩自己的 那时候我觉得很吓人 赶紧带着他去医院 医院也没查出什么 医生说他很健康 我母亲见的比较多 她说孩子这是有大缘分 是叫什么阴阳眼 我说 其实我们的书上没有这个词 阴阳眼是小说 电视里造出来的词 我们见过不少小孩子 会偶尔看见一些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但都是偶尔才能看见 像您孩子这样 一直都能看见 发挥特别稳定的 我是第一次见 邓大哥说 是什么原因导致 他可以看见这些东西呢 我说 佛教的说法 一般是认为 小孩子的天资 是很容易显示出来的 所以 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孩子身上 道教和民间信仰里认为 人鬼殊途 能看见这些东西的人 大多数阳气比较弱 身体要虚弱一些 邓大哥想了想 说 我的孩子这个事情 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想让他上学 两位道长费心了 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帮帮忙 我和罗胖子同时皱起了眉头 互相看了看 又都摇了摇头 邓大哥低下头沉默了 用手揪着头发 很苦恼的模样 我说 孩子现在在哪 邓大哥说 今天晚上我给接回家去了 没在他奶奶家 我说 有个办法兴许可以 邓大哥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 高兴地说 什么办法 我转头朝着罗胖子说 要是趁孩子奶奶不在 咱们俩这会儿就过去悄悄 给他做个法事 罗胖子也面露喜色 说 这样可能可以 我又问邓大哥 您介意您的孩子 以后跟其他的孩子一样 正常生活 再也看不到这些东西吗 邓大哥瞪大了眼睛 说 不介意 这个我当然愿意了 道长您二位会疯眼 我点点头说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这里面还有个问题 就算是他以后看不到了 你母亲会不会还是继续带着他 到各地的庙里去 邓大哥说 只要您二位帮忙让他恢复 跟正常的孩子一样 该交朋友交朋友 剩下的就我来 要是这点家务事都搞不好 我也太辜负您二位道长了 大家意见达成了一致 我跟罗胖子把法器 香烛签纸带上 就一起去了邓大哥家里 邓大哥家住在县城 市租的单元房 一进屋 没看见孩子 邓大哥说 准是又在房间里关着灯完呢 孩子母亲今天值班 没在家 说着 邓大哥打开了一间卧室 把灯打开 孩子因为突如其来的光亮 赶紧用双手捂上了眼 我说 小宝 你在做什么呀 邓官宝听出了我的声音 慢慢把捂在眼前的手拿开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我身后 没说话 我说 你是在跟谁玩呀 邓官宝扭过头 用手指的指窗帘 说 出去了 我说 有几个跟你一起玩的小朋友 邓官宝伸出食指 中指和无名指 自己看了看自己的手指 说 三个 我朝罗胖子点头示意 罗胖子便在客厅里 大临时法谈 我继续跟邓官宝聊了一会儿 发现他对我们这几天做的法式情景了如指掌 我们启示请神 请了拿几位 他的描述跟这些祖师的画像极高程度吻合 法谈搭好了 我跟罗胖子一起做了法式 邓官宝颇有兴致地看着我们 期间过程不表 做完法式 我画了一道丰盛的符 烧了 只会放进一碗水 让邓大哥为孩子喝了 邓官宝这时候 表现出了困意 我问邓官宝 你看到什么了吗 邓官宝说 有一道大门 有人过来锁上了 我跟邓大哥说 可以了 让孩子去睡吧 邓大哥说 这样就封上了 我说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很多这样的孩子 做完法式以后 都会看到一把锁 就是锁上了 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 邓大哥向我们表示感谢 把我们送回了庙里 转天的法式也有信誓参与 我没有看到老太太和邓官宝 我担心遇见老太太 还有的纠缠 除了做法式 就在房间里待着 好在之后的几天 都没再遇见那位老太太 也许她会恨我 终于还是嫉妒孩子比我强 把孩子的神通给破了 很快法式做完了 结了宫前 我们也回到了湖南 我再也没能见到 邓大哥一家人 但愿邓官宝 能够像其他的孩子一样 快乐幸福地成长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 我们下期待 再来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